欢迎回到猫薄荷下午茶 我是节目主持人猫眼娜娜 那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的Elsa 是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讽刺达人 她推出的新书叫做 史上最强讽刺痘痘 近段数 我们来请作者跟我们再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Elsa 嗨Elsa 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关于就是所谓的 怎么讲 美丽真相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其实像接下来我就想问的是说 因为其实在台湾 你会发现 台湾的气候其实很讨厌 我们这边好热 然后夏天好像特别长 尤其是这今年 我觉得今年真是热烦了 那我相信对很多本身肌肤有 就是比较偏油性的人来讲 应该是很大很大的困扰 那你会认为就是 油性的肌肤的人 他们真的比较容易变成就是所谓 粉刺的锁定对象吗 确实 但是就是说 如果说清洁得当的话 应该就还好 其实在台北的话是盆地的形态嘛 所以其实还蛮多人因为这样子闷热而闷出一堆油 那如果说你没有把它适度的清掉的话 其实粉刺痘痘确实比较容易爬在脸上 可是我想问的是说 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词 叫做适度的清洁 对 因为像我有一个朋友很好说 他自己就自认为是油性肌肤 然后他就会每天洗六次脸之类的 哦那就是一个大误会了 对就是我就想问的就是这一点 因为我发现他还是在长痘痘啊 其实很多人以为自己是油性皮肤 其实出油是正常的哦 但是有的人其实脸 像我看过有些男生啊 他其实有点天生立直了 就是他的皮肤是比较白的 然后甚至哗哗会看到血管的这种 就是很薄透的皮肤 这么粉嫩哦 可是他却长了满脸的痘痘 在两家 他就以为他自己是油性皮肤 他就一直拼命地洗脸 其实这样子会更惨 那所以他可能不是油性皮肤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混合性的 混合性的 什么样叫做混合性呢 就是T字部位可能比较油一点 那两颊其实是蛮屈水 你说额头跟鼻子的部分 对对对 是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你不能一直用血油力很强的 一直把他的油一直刮掉这样子 对啊因为他就跟我说 因为他也是个男生 他就跟我说什么就觉得 啊可是他又觉得说脸很油不舒服啊 那就是要洗脸 就是洗洗之后就变成 他还是会长痘痘 而且当他去跟专柜小姐 讲说他的状况 然后他也跟他讲说你要保释 他还会回来跟我告状说 你看那个人骗我的钱 要推销他保释的东西 然后我就说你应该是误会了 其实专柜小姐是对的耶 真的哦 对 对啊 那时候很想跟他讲说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吧 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现在知道 我就直接送这本书给他 也好 真的 那像我就觉得说 像你刚提到就是说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 那还有没有什么 其实是你觉得 对台湾来说 会产生很多迷思的东西 因为大家会一窝蜂的去买一些美妆的保养品 比如说国外进口的 然后如果说他是一些比较 维度比较高的国家制造的保养品 其实油脂的含量一定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他们是需要这样子 比较有的东西 对对对 这一点我觉得还蛮特别 可是如果你拿来台湾的天气使用的话 其实真的擦起来 有可能就会冒痘痘了 有这个我有感受 因为像我自己之前有发生过 就是那种亲戚朋友有人在国外有没有 然后他们的国外的mall outlet 就打着他就会买一大堆那种什么就是 什么绵羊油吗 对可能是绵羊油 或者是什么挖个精华霜啊 什么亚顿啊 就是那种很大品 他就是哎那个在台湾买很贵 对对对 所以他们在那边买很便宜 然后他就赶快买一买 就回来分送亲油 可是我就觉得那个擦下去的 就是很好笑 你知道他们还会说 你看人家国外比较真材实料 很勾勾的这样子对不对 对对对不开 台湾不会勾勾 你看台湾都是那个 可是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子 其实我也有擦过耶 如果是那种像一些寒冷地方做的东西啊 如果擦起来那个 就是有点极度的滋润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在身上是推不动推不开的 是狗状的吗 对就是有点闷在皮肤上面不太舒服 所以其实跟环境病 就是会有一些差异性对不对 对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其实你在擦保兴瓶的时候还是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就是当地 为当地的环境设计的会比较恰当一点 所以并不是台湾的品牌偷空减料 而是它是针对台湾的肤质 可能有做配方的改善 对对对没错没错 对啊所以其实那个迷思 我觉得也很好笑 就是那种欧巴桑德 或者是妈妈们都会开始说 哎那个阿姨寄回来那一罐比较好 然后可能她擦完都长痘痘很久 可是妈妈有时候很爱擦很油的东西耶 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他们皮肤其实后来就是 因为胶原蛋白跟温脑酸流失比较多之后啊 他们就会比较容易干燥 所以他们会需要比较滋润度高一点也是正常的 了解所以妈妈不要擦女儿的嘛 嗯嗯妈妈擦女儿可能会觉得不够力 可是女儿如果偷擦妈妈就会长痘痘 对有可能 有这个我也有发现 因为还有就是有常听到朋友 你知道姐妹她有没有 会那种就是互相就是 就是你的用我的我用你的 然后谁谁谁不想用 我就送给谁谁谁 其实我觉得这好像也很危险耶 嗯其实最好是可以经过一些专业的咨询 在调查产品会比较恰当一点 不然会差错对不对 会浪费钱 浪费钱 对 那现在我很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对BB霜有什么看法 嗯其实BB霜的起源 跟一般之前的广告讲的其实不太一样了 真的吗 对因为以前BB霜它广告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说 它是一个有修复力的产品 会把它当成保养品再擦 是 可是事实上在市面上贩售的 已经是所谓的化妆品了 就是其实跟底妆是一样的东西了 粉底液是一样的东西吗 对对对 对啊因为其实像我自己的情况就是 我也有问过类似这样的问题 就是她很多会问你说 呃什么样的粉底液比较好用 或者是说 好想就是我有碰过那种专柜小姐 就觉得很不爽 就是粉底液跟BB霜明明就是一样的东西 可是就因为BB霜这个词封醒了之后 它可能有些专柜就是 他们没有推BB霜 客人都流失 他们都会说他们不要买粉底液 他们要买BB霜 会耶因为其实流行 大家就会觉得说 最新流行的东西就是比较好玩啊 有趣啊 而且其实有的人BB霜会变色 你知道就是挤出来之后 它本来可能是灰灰白白的 是 可是因为你擦到皮肤上之后 你的PH值改变之后 它就会变成是红润的颜色 然后大家就觉得 有一个很魔术的效果 觉得很吸引那个一般的消费者这样子 所以其实是个换术就对了 其实变色的染料 对皮肤来讲也不是太好 所以它其实还是会造成负担 会会会 那你怎么看是 他们那种所谓保养术语 就是什么 擦了BB霜之后 就可以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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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其实我们在看电视广告的时候 都要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稍微就是 存一个疑问 因为其实在几十秒短短的时间之内 它要把全部的事情讲完是很难的 所以就是尽量上网再去找一下别人使用的经验这样子 会比较 比较可靠吗 比较当了一个参考的依据这样子 对啊 因为其实像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就是我个人啦 我个人其实不太喜欢擦粉底液 可能因为我肤色比较白 然后有的时候常常就是 稍微粉底液厚一点的时候 就会容易看起来妆很 就是很 妆感太重这样子 对对对 那我就其实就不太喜欢擦粉底液 那我之前就碰过一个妆很好 他就问我说 诶我看你皮肤都不错 那你 你都是擦哪个牌子的粉底液 然后后来我就想 就想觉得 这好像其实也是一个迷思 就是 我们真的 需要擦粉底液吗 我觉得到夏天的时候 擦个有润色效果的隔离霜就可以了 是 然后再一层薄薄的蜜粉 如果你要外出的话啦 可以看起来肤色匀称就好了 对或者是说气色比较好 可是擦了一层有润色效果的隔离霜之后啊 千万不要再堆什么粉底液啊 粉底霜啊 BB霜啊 又堆了一大堆 那绝对是会长粉刺的 了解 所以其实从粉刺立场来讲的话 就是从清除粉刺 断绝粉刺立场来讲 你会觉得 越少越好就是吗 对耶 其实擦厚厚的并不好看 而且脱妆的时候会变成是 像有的人 比如说他戴太阳眼镜 是 然后又流汗 哦鼻子旁边 对 就两道白白的这样子 然后你会出门在外 你应该是不太方便补妆的 是 如果你这个时候拿出你的粉饼跟粉铺 然后直接又勾上一坨那个粉饼的话 就会像面糊一样 就两条 听起来有点哀伤的感觉 对 所以其实 呃薄薄的话 你要补妆的时候也会比较好 不会让人家看得出来这样子 了解 诶像我知道Elsa自己好像本身也有在 呃就在推一些系列的产品 对不对 嗯 那你会觉得其实台湾目前的一个 就是保养品的 呃不管是研发或者是说 就是 品牌的市场的话 你是怎么看待这一块呢 呃我是觉得说 现在有一些是以低价策略 对 来推销他们的品牌 比如说面膜啊都卖得很便宜 厌十块 对也有五块的六块的 那真的吗 有有有 好便宜一下 对 那我是觉得说其实真的也是 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了 如果说你觉得敷起来会刺刺的啊会痛啊 或者是红红的 甚至有起小疹子的话 那那你就算买再多 你买一疹箱你都可以直接丢掉 不要再敷了 还是有适合肌肤的特质的那个状况就对了 对 但是也不用去买到非常非常贵的保养品 在中价位置就可以了 因为其实呃品牌一定要投注一些 比如说像代言人的费用啊 是 或者说其实有时候大家都在说 呃保养品啊都是包装盒 比里面的东西还贵 哎 对 然后你可是没有这么漂亮的包装 你可能就不想买 哎对有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对因为你光是视觉的效果 你就会产生让你自己会觉得变得比较漂亮 比较美丽的一些幻想这样子 这跟代言人的逻辑是一样的嘛 因为那个就是譬如说小S用那个脸会很小啊 对 那他都觉得自己妄想 就是可能擦一擦之后脸会变超小 所以其实买保养品大部分人都不太理性 就买一个梦想 对 所以就是说当你看广告的时候 你可能慢慢的可以稍微看得懂它的成分 如果你真的是对酒精比较容易过敏的人的话 是 你就是买东西最好是先看它背后的成分标示 是 如果有酒精的成分的话 你能避就避掉这样子 那你怎么看待所谓的 纯天然跟不含防腐剂这两件事呢 其实保养品要做到不含防腐剂的话 大概一个礼拜就坏掉了 所以它可能只是添加其他的东西来取代 其他的抗氧化剂来取代 它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防腐剂而已 要不然的话是很难保存太久的 反而会更可怕 对 然后再来讲纯天然 像我的人不是会去贴柠檬在脸上啊 或者是 那很伤皮肤不是吗 对 而且那个会反黑 你晒到太阳 真的会长反 所以其实现在保养品啊 已经没有所谓真正的纯天然了啦 你去那个原料 其实台湾没有生产什么保养品的原料 大部分都是一些国外进口的 那进口的来了以后 它在萃取的过程当中 如果是植物的东西的话 它在生长的时候 它就也有可能是有一些农药啊 或者是一些 这些你可能不知道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它必须要进口萃取 把一些不OK的成分先剔除掉 那留下精华 再放在保养品里面 所以这样子 你说它是不是纯天然 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单纯了 了解 所以不用去 因为这个有一些纯天然的迷思这样子 就不需要被那个广告的用语 或者什么来骗 被欺骗就对 对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 我记得我们台湾曾经有一阵子 风过一阵子所谓DIY的风潮 就是自己在那边勾一些东西 我有试过耶 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觉得DIY的话 一般人大概就是拿自己的 家里的锅碗瓢盆在调理嘛 对不对 就把一些像什么玫瑰花瓣啊 丢到那个锅子里面煮一煮啊 然后再加几滴那个所谓的抗菌剂 然后就到在一个东西里面冰在冰箱 可是我经验是一下就涨没了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不见得真的适合插在脸上 因为其实在保养品的制造过程 其实要非常的严谨的 是 从你研发到研发人员 他的穿着 他都在那边有卫生 都要顾得很好 所以容器的消毒都很重要 那一般人在家里很难做到这么好的设备 烤箱烤一烤嘛 微波炉 微波数无秒 对然后再来就是你没有经过一些过程的话 其实分子太大也吸不上皮肤里面去 那你之所以那个DIY的过程 或者是一个 他应该算是应该怎么讲 娱乐性十足就对了 对可是真正的价值应该是很低的啦 了解 实质效果可能就还是比不上 就是直接去买所谓人家 已经调配好的 然后适合自己肤质的产品就对了 好啊那我想最后想问一下Elsa 就是你对于现在就是打算要改善肌肤状况的人 或者是说可能他是一个本身接触保养这件事情 还不算是就是很了解是懂非懂的人 你会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呢 呃我们可以有一些概念 比如说保养第一个就是清洁 清洁就分成卸妆跟洗脸这两个大类 那卸妆的话呢 有的人会觉得我用洗蟹两用 或者是用卸妆湿巾 那有一些就是是会血不干净也洗不干净的 那有一些是会伤皮肤的 哦真的吗 对所以就是从卸妆跟洗脸这两件事情的话 尽量选择温和然后够干净的 温和要够干净 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基础一定就是所谓的保湿 那保湿的话尽量就是不用去在意 说我有没有擦到化妆水 甚至可以省略掉化妆水这个步骤 哦真的吗 对 是哦 嗯直接擦精华液就可以了 这是你说的玻尿酸吗 对这是很基本的保湿跟保养 那再来就是外出的防晒要做好 防晒 是 那防晒的话尽量比较推荐的还是物理性的防晒 会比较恰当 你是说戴帽子或者是撑伞之类的吗 或者是你买到的一些防晒霜 防晒日霜 你就是看如果说它没有刻意的叫你要闭开眼睛周围的话 或者是不用一直补擦的这种的话 就比较会偏向是物理性的防晒 哦原来是这样的判断 安全性会比较高 哦了解 那除了保湿防晒跟洗蟹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 哦如果说有的人在接触保养的时候啊 尽量就是你如果用一个品牌的东西 你就那一阵子建议就是用那些 那个品牌的产品一系列会比较好 如果说是用一些联合国 就是什么都买回来的话 都用一个洗用一个的话 其实这种状况的皮肤都不是很理想 会判断不出来哪个东西对自己好或不好 对而且每一家他们在做的时候 他们添加了防腐剂啊乳化剂啊 或是有些其他的成分可能会互相冲突 那如果说是他自己一系列的时候 他会设计的刚刚好 他就不会让你有这些冲突性的话 你会比较用得出效果来 那你会怎么看待 就是有些人他会认为说 同一个系列产品使用者会有所谓 产生肌肤惰性的问题啊 哦其实肌肤惰性就是 如果有的人他忘了去角质的话 他就是变成说保养品的吸收力就变差了 还有就是像女生啊 比如说生理期前面 他可能皮肤也会比较不好一点 那是很正常的 哦所以本身这个 所以所谓的肌肤惰性 不见得是来自于针对保养品的惰性 而是你自己可能忽略了一些细节 是反而是其他的因素造成的 哦原来是这样 所以不见得真的就是说 保养品用了一剂两剂 就一定要换一个新的品牌就对了 对你看像同样有一个 同样的东西 比如说你用你就觉得很好 那我用这一剂我就觉得 为什么它没有效果 那其实是很多的原因要去追查出来 是我们两个体质可能不一样 或者是也许我挤了三下 那你自己了一下之类的 就像比如说有人他杏仁酸 他想要去让他的毛孔变小 对 可是他每次都只是他一小滴 对啊 很多人很好笑 他那个保养品都舍不得用啊 对 那就真的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那还不如催眠自己酸 对所以其实很多 从使用习惯上面就要去检查 还有就是你搭配其他的东西了吗 或者说有的人 他明明就是长了一堆痘痘 可是比如说你跟他说 你大概就先用这样的东西就好 可是他会觉得说 我想要更快有效果 他就又去一直买面膜来敷 是 那其实一直敷那个湿布 湿布的面膜一直贴在皮肤上面 闷住你的痘痘 反而又变成是一个 让他更不容易 就是亚苗助长的一个状态就对了 所以其实保养就变得还是负分了 了解 不是正的分数这样子 了解 那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就是Elsa 会我们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 关于粉刺啊 保养上的一些 就是看法跟一些迷思的破解 那如果你本身对于就是你自己的肌肤状况 或者是你也有粉刺的困扰 痘痘的困扰的话 那我真的很推荐你可以去买Elsa这本新书 叫做史上最强粉刺痘痘境段数 我相信这100个问题里面 你一定能够从中找到一些 你自己可能好奇的一些部分 或者是关于你自己有帮助的解答 那我们今天就很开心 就是感谢Elsa来我们的节目 谢谢Elsa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